从南宋政权颁布政令时 宋家定十二年公元一二一九年 朝廷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搏来品 丝绸瓷器的大量出口影响范围非常广泛 而大量的搏来品为泉州城争取了更多的财富 泉州城不断扩建 从南宋政权颁布政令时 从一羽迁徙的外国人日益增多 至元代外国人居住在泉州达数万人 可以说泉州已然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更是东西方文明交融最发达的港口城市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航海家汪大渊 二次由泉州港出海航行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分别到过战城 马六甲 爪哇 苏门达拉 缅甸 印度 波斯 阿拉伯 埃及 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 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 莫桑比克 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 苏门达拉 爪哇 经澳大利亚到加里曼丹 菲律宾返回泉州 前后历史五年 王达元第二次从泉州出发 以手机的方式记录海上丝绸之路的行程 写出导移制律 导移制律涉及国家级地区达220多个 对研究远代中西交通和海到沿岸国家历史 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世界地理学 历史学 航海学 公认其对世界历史 地理的记载 有着伟大的贡献 元代 因泉州作为世界第一大岗 在国家政权版图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元至元二十一年 公元一二八四年 二月设泉州行省 九月即并入江淮行省 元大德元年 公元一二九七年 改福建行省为福建平海型中书省 省至迁徙泉州 至元大德三年 公元一二九九年 二月罢彻 移至福州 元至元二十七年 公元一二九零年 在澎湖设立巡检司 管辖澎湖 台湾等岛屿 隶属泉州府同安县 泉州作为元朝最重要海外交通的港口 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 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 来自东方的日本 琉球 高丽和来自西方的波斯 印度 阿拉伯等商人 船工 旅行家 在这里贸易 旅游 甚至定居 他们带来不同的文化背景 既包容又相互学习 造就了独具一格的泉州文化 丰富多彩 五彩缤纷 被十三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光明之城 泉州东西方文明的历史遗存 既有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 也有斑斓的多元文化图腾 为泉州争取到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